蜘蛛向紅帝有代替十八戶、二十一戶、大修進、三戶 其中人說的紅帝代替十八戶因為有天然類、六軌以及薄荷的香味 是非常屬於消費者的肯定 為了行銷蜘蛛有一個紅帝 香港所謂的紅帝在哪裡找人外島 無論是港名還是港英的民眾 參加紅帝文化區的外島對當地點後悔中興 最近經過就說了 有看到大樓的民眾有一個大型的報條 蕾翁是要找紅帝在哪裡 紅帝在哪裡?紅帝在蜘蛛 今年的我們的日月潭紅茶文化祭要邀請 你的名字裡面有紅帝兩個字的甚至是港英的 我們要邀請你來做回來共同參謀我們的日月潭紅茶祭 主要就是我們要將我們日月潭紅茶的名字 紅帝讓大家知道我們的紅帝在蜘蛛 除了大型的報條以外 公所也透過網路來找找名叫做紅帝的民眾 有民眾看到感覺很有意思很好玩 好像是我們日月潭紅茶祭的活動 有一個新的企劃 就是要找那個叫紅帝的名字的人在哪裡 那你是從什麼地方去找? 我是FB上面看到那個訊息的 滿有趣的 很巧剛好名字有這兩個字 是叫紅? 紅玉玲 你叫紅玉玲 是 所以這樣就可以參加了? 對 名字只要有紅跟玉兩個字 這個找找紅帝的活動 跟蜘蛛香的紅帝有關聯 因為紅帝是目前最受歡迎的紅帝品種 尤其是有天然的整個寶荷的香味 我們知道 台北十八號就是我們的紅玉紅茶 其實它喝起來的口感非常讚 在顏色色澤上面是呈現黃金、褐色 另外它的口感喝起來有淡薄的薄荷的香味 這是非常特殊的開口和開味 大家都知道十八號 但是不知道它的配名很豐富 我們今天要找到這個活動 集集我們的紅玉來蜘蛛泡紅玉 甚至是說 將我們的紅玉做回來集合起來 揉年我們的紅玉紅茶 紅帝文化圖有很多節目 找找紅玉是其中之一 只要符合條件的民眾來參加 有很多好看 十一月七號邀請你的名字裡面 有紅玉兩個字的 不管是先生或者小姐 都做回來報名我們的紅茶文化劑 報名專頁歡迎大家把小姐的電話拿起來 靠我們秘利航空所的觀光口 就可以來報名喔 我們要交代你免費的住宿 也要照顧你來喝我們的紅茶 泡我們的紅茶 參與我們的紅茶活動 只要你的名字有紅玉 或是跟紅玉一樣 他們都可以免費報名參加 主辦單位希望大家來喝紅茶 體驗紅茶的文化 記者歡迎分享給予報道 請分享給予報道 請分享給予報道